在过去的三十多年 航空业每年增长5% 尽管遭受到战争 911、SARS、金融危机和衰退 这个增长仍在持续中 由于持续稳定的增长结果 航空业每15年就会翻倍 在未来的15年中将会再翻一倍 波音公司预测 其商业量将会在未来20年中增加一倍 在2014到2033年间 将会交付36,770架新型飞机 总价值为5.2万亿美元 相当于未来的20年中 每月153架新型飞机 空中客车公司预测在2014到2033年间 将需要31358架新型飞机 总价值为4.6万亿美元 这相当于未来的20年中 每月131架新型飞机 所有地区预测将有所增长 即使成熟的欧洲和美国市场 将会持续增长在2%和4%之间 在2007到2012年间 新兴市场驾驭着可用座位切米数55%的增长 传统上 等待一架新型飞机需要3到4年的时间 但是当前有11415架需要制造的飞机 积压在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 相当于9年的制造量 大多数的积压来自亚太航空公司 欧洲和美国对新型飞机的需求 仍在强壮地增长 因为它们需要更换老化的飞机 因为对飞机需求的增加 同时对飞机金融的需求也有所增长 从2011年770亿美元的飞机交付 到今年的1,120亿美元 在今后4年需要额外的5,280亿美元 由于对飞机需求的增加 也造成了对租赁市场的需求 从1970年只有17架租赁飞机 到2014年大约有11,000架飞机 由于飞机租赁 在市场占有率中的增长朝向50% 租赁公司需要融资超过一半的新型飞机交付 因此在未来4年中 租赁人将需要超过5,280亿美元一半的融资 仅在今年 租赁人预计将要收集300亿美元 或他们在资本市场中48%的融资需求 在2012年只需不超过9% 为什么航空公司实施租赁? 租赁提供了最新科技的使用和节有效率 并且与购买相比资本支出较低 租赁提供了航空公司租赁期满的灵活性 航空公司可以以最快的速度通过租赁人得到飞机的使用权 航空公司不会受到飞机逾止的风险 几乎每家航空公司都实施租赁 例如阿联酋航空公司43%的机队是租赁的 一个典型的租赁在6到12年之间 每月预支付租金 航空公司在起租时支付保证金 租赁协议要求运营商支付所有费用 由承租人承担的所有费用 包括维修、保险、交付和重新调配 由于对商用飞机的强烈需求 及租赁的增长需求 可证明飞机是一个良好的投资项目 为什么投资于飞机? 这是我们产品所需 并且几乎每家航空公司都使用租赁 它可以有效地调派大量资本 飞机可提供稳定的现金流 长期合同作为后盾 可预测的长期回报 航空是一个高度管制行业 可保护资产 资产受到国际法律和条约的保护 与公司上市股票相比 飞机是真正的全球性移动资产 并具有低挥发性 在全球经济中 飞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飞机的投资后盾越来越受欢迎 这里是一些近期的投资者 它体现了飞机作为一种投资的多样性和吸引力 它吸引了政府、保险公司、私募基金、投资公司、养老金 包括澳大利亚养老基金 飞机租赁是一种稳定的投资 我们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 我们的成本是固定的 我们的回报是稳定并长期锁定的 我们的未来资产价值是可以预测的 而且我们的产品是所需的 有关更多飞机租赁投资信息 请浏览 以了解更多的信息